哈喽 嗨哈喽 你一个人过来的 确定一个人 我就是一个人啊 你从哪里过来 我是从 我是从四川老家然后出来的 我看你是江苏的拍照 我是在苏州居住了十几年 居住十几年 居住了十几年 这一次呢是从四川老家 然后南冲嘛西冲南冲 哦不是南冲西冲 南冲是西冲县说错了 说错了 原谅一下 嘴快 从哪里过来 你直接走三八过来 我是从巴树那边过来 反正接下来我打算去莫托和那个拉萨那边吗 我要去莫托 你去过了吗 我还没去啊 他们都说不好 我都没去了 奶都奶了去一次吧 这个是什么车 已经挺惨了 挺惨了 嗯国产的那个鹿峰叉漆嘛 鹿峰叉漆 哦好像是这个 知道 要没停产反倒好了 收定还能找别人赞助一点点什么的 那你这坏了这配件可不好买 嗯 配件的话有的东西就通用了吧 就原厂的肯定是买不到的 对 要么也都是那种 八成新的 八成新 那这个车得十几年了 没有六年 六年它咋停产了 六年 不好卖吧这个车 嗯 没什么价值最多也就三万块钱三万多块钱了三五块钱 没啥意思 你这车上就是安了一个行李价 就一个行李价 哎呀水洒了 这是第二次摔的 还好质量性 你车没改 车没改 全车没改 我是一个喜欢 工工整整 然后不想去做什么大的改造 因为我觉得改来改去 我无非想要空间最大化利用一下 哦 你是这样睡觉啊 嗯 就是把这座椅放平了 座椅放了 然后 资了一个 那个 行军则的床 相当于把空间最大化利用起来嘛 那你这样睡觉不便了 还可以呀 躺着挺舒服的 我看你后面 后面比较慢 哦 后面这是放在行李啊 对 那你中间这个座椅不能放平吗 我可以放但是我不想那样弄 因为那样弄了 虽然说睡觉可能感觉宽敞 但实际上吧 利用空间就会少很多 你东西可以放上面啊 上面我已经放了蛮多东西 因为睡觉你又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躺在那里面 你睡觉的时候就睡好了几个小时一过 其他时间 也都是做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对 对 要么都是在户外多一点 又不会一直省 你出来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都没有 上个月18号出来的 刚开始那几天 基本上没弄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就是手机 要么就是电源 我电饭锅出来我用电的 除了要么烧水 其他时间我很少用电 那你做饭怎么办 做饭我就用那个 气罐 带着小气罐是吧 没有工作吗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就相当于是把前半生所有的工作事业家庭全部都放了 就是放了 对 啥意思 放下了嘛 然后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出来 就是开着车嘛 准备给自己一到两年时间 然后去 走一下 所以我叫漫游中国 我要慢 放一个架给自己是吧 这个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不同的人生体验 就不算是一个小长架了 可能会是很长 很长 然后走得差不多 你就会喜欢在路上 只要我还加得起 我可能这一到两年时间都会一直这样走着 暂时给一两年 暂时定的是一到两年 嗯 那你会 为什么会放弃事业家庭 这个的话就一言难尽 虽然说故事不算太长 但是也确实一句两句很难讲 有故事是吧 嗯 算是吧 应该是属于我 自己主动 然后把我所有前半生的 东西全部给 说的伟大一点应该叫奉献出去了 啊 然后选了这条路吧 那你勇气也够厉害了呀 还算好了 我现在应该说已经算是一个 还算 过得去的老司机了 我跟你讲我出来刚出来的时候我从苏州出来 我已经是 我是09年拿的驾照 我这期间就一直是属于那种做副驾的人 我从来没有自己独立开过车 连高速都是第一次 出来然后上了一次高速 连那个灯光啊 那些雨花呀什么的 那都是在路上慢慢营地上摸索让别人帮我看着我一个一个 啊 那你啥也不懂呗刚出来 算是 还第一次上高速 对 这也是第一次来西藏 那肯定 苏州 江西 安徽浙江 然后湖南 嗯 哦还去了伊德国 然后 湖南那边重庆 然后回到了四川老家 在四川老家 啊 就直接出来了 不过我也比较幸福 幸福的是什么 幸福的是我家里面的人 我自己 四川家里面我哥嫂啊 我爸妈呀他们都还算 都 没有说是反对呀或者干嘛的 我一路上他们也同行也能看到我 支持你是吧 对像我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或者我有的时候出来走动看风景啊什么的 他们也 随时过问我 有的时候也会看到 哦 那你来第一次来西藏 不搞乏 没有 全程没有 那你 那你身体还挺可以的 嗯 就是唯独一点我今天还是跟他们讲的 我这早出来的时候还想把我15磅的胡宁拿出来 锻炼 后来 我也想买车子里面东西都这么多了 我再带个胡宁吃饱了撑的 油钱到时候都加不起 然后后来我带了一个什么跳绳 我说哎呀 女孩子出来运动运动 减减肥呀 增强体质 后来一出来我发现还运动啥呀 天天连睡觉都睡不够的感觉 饿了半年 不怎么运动了 所以人也长胖啊 啊 脸也肥了 现在好了 又黑 黑了一圈就显瘦了 来西藏都得晒黑 保护 再好它也是晒黑 嗯 我喜欢 简单 所以我一身看到风景我就跑 然后绣 冰绣啥的 袖子也不戴 防晒3的嘛 能不批我也不批 所以 胳膊已经起马黑了 嗯 那你这一路过来都是路羊 嗯 睡车里 遇到过微笑吗 有一次半夜三更的在 遇到一只 那个牛 在我车门 我一打开我 吓死我了 牦牛是吧 对 那没事 一只受伤的牛 其他的话 你说一路目前看到的无非就是猴子 然后老鼠 牛马羊这些 常见吗 你还看到猴子了 江达那边怪不就是有猴子吗 哦 对对对 然后好像是说这边也有猴子 往前走说是有 木头那边 没有没有 要318 也有猴子啊 没多远 说是有一个有很多 不过我一般尽量能不去投喂不去投喂 对 现在之所以这么多我感觉也是近年来可能 大家长期养成了投喂的习惯所以他就越来越靠近人群 你走江达那边没遇到熊 没有 那边有熊啊应该 有熊 啊 他属于他属于317下是吧 对 那有熊啊 我我之前是318进的后来 凯哥不是去那个射达方向吗 就以后然后我又拐到了317那边当然我没去射达 我我跟他有隔了一段 时间后来又在德 在那个格萨王城那边然后 聚到一堆的 然后又在德格一起修整了几天 一上318我瞬间觉得我又有一点点后悔了 后悔的是什么 倒不是说风景跟路途 包括这些 其实 318要讲说住宿啊营地人群还是比较好一点 对 只是我后悔的是什么 一过来车多人多那个路吧 到处修路 对他就是车多人多 318他成熟嘛 不过一开始他们说走那个路江七十二拐很麻烦 会 比较像我这样的菜鸟可能有点风险 后来我走我感觉还行啊 哦你也从那边过来 我觉得还行 其实 都是被别人给吓的 乱说的 这个所谓的 路江七十二拐无非就是他的俯视角度 给人一种盘旋 对 他就是弯极一点 对 路窄一点 没别的 路窄弯极然后车可能多 扎堆 对 其他嘛 没什么 只要速度控制慢一点 那你到拉萨怎么走 我就打算就从这边 然后去林芝过了 呃反正 就把林芝周边的这些木刷什么的 就直奔拉萨去 因为我那边拉萨我还打算寄点快递到那边 哦对对修整一下的话 有可能就开始走 便宜点的地方 新疆 新疆那些 你是走229 216啊 可能29 我还没定 我打算 便宜点的话 那你走阿里阿里转一下 然后走那个216无论区 所以我说到拉萨线修整一下 然后想清楚了走哪一路再说 因为我也没自定特别长远的路线 但是我都是走走停停 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跑到那些小分支路上去玩了 啊 一个人 你有那个编换证是吧 有 那你可以去走去山南转一转那边 哎对他们是推荐这个地方啊 因为 从林芝过去他就没得玩的 可以从前面好像是转219去转一转 然后再去拉萨 不着急的情况下啊 我不急 啊 但是我快递如果过去了有有快递了我就得去 快递的话估计是一个星期才到吧 那太赶了 那就是 那你就是要不然就拿着快递 再慢慢转 再慢慢转 反正一个人也不干时间 慢慢走嘛 要不然一起走216吧 你要走216 什么时候去呢 我还得等一段时间 你就在这边休整吗 我等个朋友过来 也行 不着急 他说可以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